今天的TVC拍摄感觉怎么样 这次其实有很多很新鲜 很好玩的点 而且非常期待 最后广告的样子会长成什么 不工作时放松解压的方式是什么 放松解压就是跟朋友聊天 或者去运动 或者说哪怕是自己 看个电影吃个冰淇淋 也都OK 你有手机依赖吗 有啊 我自己是很自信的 毕竟是5G代表 网友留言想偷你的新公牌 和你做同事 你怎么看 偷公牌就算了 偷公牌不太提倡 但是想要做同事的话 随时欢迎 个性与年轻是M1卡的特性 作为5G合伙人 你觉得你和他的气质点是什么 我写过一首歌叫 其实也是在表达年轻 其实可以勇敢无畏这样的一种态度 我觉得跟M1卡的这个概念正好是气贵的 你觉得自己是一个有个性的人吗 我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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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感觉很有个性 每次发布新作品之前会紧张吗 以前会比较紧张 但是慢慢的会习惯了这种紧张了 但是还是其实挺幸福的这种紧张感吧 因为每次有作品出来的时候 其实是最快乐最幸福的 对于你个人而言 会期待听到哪种评价 其实什么样的评价都可以 只要你听了我就会开心了 你的音乐作品一直很有鲜明的风格 它们是你情绪和想法的课题吗 会有一些心情 或者说一些脑海里的想象 都会有吧 有人说蔡时分在用音乐与粉丝与大众对话 你怎么看 不对 因为我是用嘴巴跟大众对话的 对 有平静也是很正常的吧 我觉得在每个阶段 让自己沉淀一下 思考一下在前景 是一个很好的过程 其实 想对同样面临困难的人说什么 就是别着急吧 花花世界尽收其心 作为动感地带5G和伟人 你对M1卡 中的哪些内容比较心动呢 超值流浪宝 这个真的很心动 M1卡的主题是追逛不等待 M1卡放肆爱 每个人可能心里都有一束光 你的那束光是什么 我的光就是始终 能够看到 有在陪伴我的人 他们就是我的光